万万没有想到 现在相亲公园的性别比例达到9比1了 刚看到这数的时候我都吃惊了呀 现在是9个男生抢一个女生吗 不是反了 绝对颠覆你们三观 我大学同学是武汉本地人 也就是土著 刚从武汉解放公园相亲缴回来 他就跟我打电话聊天吐槽 他说现在是女生和男生的比例9比1 当时我就跟我朋友说 我说怎么可能 我说现在一堆男孩找不着女朋友 而且最早相亲公园刚火的时候 就是男的比女的多多了吗 他跟我说呀 现在不是了 这两年呢 他们家催婚催得紧 没事呢 就上那公园里转一圈 就是女的比男的多太多了 然后跟他说 我说那你在那不就成香饱饱了吗 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找不着合适的呀 太挑了还是怎么着 结果他跟我说的真的颠覆了认知了 他说你知道现在男的为什么都不去吗 是因为女的门槛太高了 这帮女的天天看短视频都看疯了 动不动年薪几百万才能看得上 我说这种人活该找不着的男朋友 结果他就跟我说现在人要求不高 挺普通的 28到36岁为主 1米8左右 本科学历 月薪有个1万就行 我说那这要求也高呀 那这不就是大把的人吗 结果他跟我说了一组数据 真的让我重新把我自己几年之后的规划都颠覆了 他跟我说 武汉常住人口大概1200万人 大概这个岁数 男孩32万人 1米8以上的占比15% 本科占50% 你就算下来全都符合 也就那么两三百人 也就是武汉这么多区 平均到每个区上也就四五十人 那这不是万里挑一是什么 他当时问我说 老许 你是不是老觉得一千万不算有钱人了 你是不是觉得有钱人太多了 你身边的一千万都不够你们买个什么一百平米的房子 他说别的不说 老许 你现在给我拿出一千万现金来 我看看 他当时给我说愣了 你知道吧 我仔细一想 说的真的特别有道理 真的有人有一千万的房 基本上你看看绝对还房贷的百分之九十七 中国上市公司的老板这种一千万他都拿不出来 如果你真的有一千万现金的话 你别的不干 你就存银行里一年百分之四的利息 你一年收入就四十万 中国能挣四十万以上一年的百分之三的人都不到 那你一不小心 你光利息就超过百分之九十七的人了 那绝对有钱人了 那为什么飞机一百多个座呀 头等舱就那么五个 那动车好家伙几千人 然后那商务车就那么六个座 那放下手机出门 找着一个月薪八千的就已经算是厉害的了 其实你说在这几年这个环境下 我是一直很焦虑啊 但是听完这个我反而倒缓解了不少 大家觉得呢 为什么城市大龄圣女越来越多 而农村的光棍一大把找不到老婆呢